北京律師陳秋實在武漢疫情爆發後 資深前往當地報導疫情 但在上週調查武漢方艙醫院後與外界失聯 據信已被中共當局強制隔離 陳秋實之前曾在視頻中暗示 中共可能會對其進行打壓 已經將推特帳號和密碼交給海外聯絡人 中國公民記者陳秋實上週四 前往武漢方艙醫院調查 之後失聯 陳秋實母親上週四發布視頻 證實陳秋實失聯 他呼籲網友幫助尋找兒子 陳秋實失聯前對可能遭中共報復表示擔心 陳秋實之前表示 渴望一種社會制度 在自己淪為受害者時能有天理公道 陳秋實的朋友格鬥健將徐曉東週二發推文說 秋實今天最新消息 據內部人士透露 秋實被隔離在武漢內有關部門內部工作地點 本人身體正常 未有身體不適 周日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向全民節目 採訪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提到陳秋實失聯 另外美國CNN 華盛頓郵報 韓聯社 彭博新聞社日語版等多家外媒 都關注和報導了陳秋實失聯 據悉 中國大量網民在微博上發聲要求當局釋放陳秋實 這些博文已被刪除 新唐人記者畢新慈、張綺綜合報導